及时新闻综合报道,中央气象局今天,7月29,稍早于下午4点56分,针对八个县市发布高温警讯,其中新北市、台北市、桃园市、苗栗县、花莲县与宜兰县为高温橘色灯号,而新竹县与张跨县为高温黄色灯号,提醒民众注意。 中央气象局指出,明天,7月30日,天气高温炎热,中午前后在盆地、纵谷、近山区及河谷局部地区为高温城,黄色灯号,包括新北市、台北市、桃园市、苗栗县、花莲县、宜兰县、新竹县与张化县等地区, 其中新北市、台北市、桃园市、苗栗县、花莲县与宜兰县等六个县市为高温橘色灯号,而新竹县与张化县等两个县市为高温黄色灯号。 气象局表示,黄色灯号代表有机会出现气温36度以上,橙色灯号则是有机会连续三天36度或38度以上,提醒民众外出时要多喝水,注意防晒,尽量避免非必要户外活动, 街市内保持凉爽通风,老人、小孩、服用药物患者等人,需远离高温环境。